比较宽的这种银式的手镯 它捏在手里那个小羊皮的那个触感真的是超级无敌书 是Jessica 郑秀妍 会选的这种款式 Frankie Shop的西装打折 而且是折上折 两条裤子都来自于Cost 换季入秋购物分享 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首饰品牌叫Gingerberry 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设计师品牌 他们家主打的首饰呢 是做淡水珍珠 还有一些18K金和925银的一些配饰 在选材和品质上 还有他们的首饰设计上 都是踩在我审美点上的 先来分享一下他们家的包装吧 在年底比如说Christmas呀 新年啊 送礼的机会比较多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们家送礼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首先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包装 真的非常的精致 走这种深海蓝色 上面有一个金色的汤印 是他们家的logo 还有他们家整个寄过来的这个礼盒 也是很好看的 就是他们每一个首饰 我虽然拆开了 但是我会放一张图片在旁边 他们每一个首饰 都会有这样很精美的丝带 就是让你在拆每一样饰品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体验 其次他们这样子的盒子里边呢 还有一个蓝色的这种丝绒的首饰盒 再讲他们这次寄给我的几个首饰 第一个我超级喜欢 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很好戴的一个手镯 925银的 不规则 有点像西脖纸 又有点像海浪的这种波浪型的手镯 而且它是比较宽的这种银式的手镯 真的超好看 从去年开始吧 我就比较喜欢一些银色的首饰 就比如说白金啊 银啊 都是我经常会选择佩戴的这个颜色 手镯做的质感 真的超好 它也是有点分量的 哦 By the way 他们家这个手镯是做这种开口的 不管你的手腕粗细大小 都是可以进行调节的 这个手环是我拿到打开之后 非常爱不释手的一个单品 我真的很强力的推荐给大家 今天戴的这副耳环 我也很喜欢 这就是我的本命耳环 就是如果你经常关注我视频 你应该知道我的喜好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路线 银豆子的感觉 就很简单 但同时又很点睛 戴上耳朵 会显得你整个脖颈这个地方 看起来就很精致 戴起来非常的舒适 而且他们都是做925银的 完全不会有任何过敏的情况 然后就是我戴的这个小戒指 超美 它也是走这种波浪型 同样这个戒指也是做这种开口的 根据你自己的指围粗细 你可以给它做一个调节 你看它的这个光泽感 也真的是做得很漂亮 整体在你手指上显得非常的精致 高级 很优雅的这么一个银色的手势 这个项链他们是采用 强光淡水珍珠 晃动一下 它每一个角度的折射出来 那个光泽都是非常的均匀 很漂亮 配的这个金色的链子 我也非常的喜欢 还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切割面的工艺 它在每一次你在转动它的时候 你就通过镜头 我在转换不同的角度 你就看它这个金色的链子 折射出来这个光泽度 真的是非常的精致 配戴上脖子的效果大概是这样 还有就是他们这次又寄给我了两个 这种金色的耳环 不规则的一个圆圈上 镶嵌了水钻 还有珍珠 如果说配这个珍珠项链的话 戴这个耳环也会是很好看的一个搭配 也是金色的搭配珍珠的耳饰 一个金色的半圆圈底下掉了一颗小的 巴洛克的这种珍珠 这样子的耳饰也会比较百搭 它家整体的首饰是走那种 稍微有一点点的设计 但同时又很适合日常佩戴 不管是穿着很简单的T恤 跟一些毛衣啊 衬衫啊搭配 也会看起来有不一样的风格 Inhibit他们还同样给了我15%的折扣 我会把我的专属折扣码打在屏幕上方 link在我的information box里面 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 他们家的首饰的话 都可以点去他们官网上check一下 接下来赶紧来分享 我最近买了哪些衣服吧 我最近真的买了几件外套 是我觉得买的怎么这么好的 第一个就是一件小皮衣 全羊皮的一个这种很简单设计的 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皮质啊 你先从镜头里边 看下它这个皮质的这个质感 超棒 就是那种雅雅的那种光泽感 而且它捏在手里 那个小羊皮的那个触感 真的是超级无敌舒服 就那种好柔软 但是它柔软的同时 又会有一些些的硬挺度 会保持这件皮衣的这个整体的形状 拿到手穿上身以后啊 真的还蛮好看 就是得搭配一下 我回头会把搭配的这个上身 不管是视频啊 照片什么放在旁边 给你做一下参考 跨左右的这个长度 然后它前面是做这种 很乖巧的单排扣的设计 旁边有两个小口袋 就不会让你觉得很过度搭配 但同时又看起来很舒服的 不管是视觉效果 或者说自己穿上身的这个感觉 都会很舒适 反正我很喜欢这件皮衣 就很想跟你们推荐一下 就不太是我的风格 但是我今年就很想尝试一下 但尝试之后又觉得 还不错的这么一件衣服 上次购物分享里边 跟你们分享过 那件黑色的 有点小香风外套吗 然后那件买到手以后 发了Instagram 发了视频 大家的反响都非常的好 我自己也很喜欢那件衣服 然后我就又去他们的这个网站 看到了这件白色 就又很心动 前两天W Concept在折扣 所以我也就把这件白色 这件白色跟那个黑色的版型 有点类似 但又不太一样 就是它的长度比那件黑色 要再长一点 这点衣服就让我觉得是 Jessica 就那个郑秀妍 会选的这种款式 这个领子是有一点斜领 它不是完全做的很圆的那种领子 它是做这种四个方口袋的 它在这种小香风 或者说Seline风这种外套里边的话 它做的长度是相对来说 比较长一点的 我就觉得里边穿一件 你看我现在里边配这件灰色 很简单的T恤 这样子随便搭一搭 也会看起来很舒服 很软软 奶奶暖乎乎的那种感觉 底下搭配一条白色的牛仔裤 我觉得就很不错 它是配这种银色扣的 会让这件白色的衣服 显得更优雅 接下来就是两件很酷的外套 就到很我的风格了 Frankie Shop的西装打折 而且是折上折 超划算 反正两件加下来就是400出头 先说这件吧 因为打折嘛 就有点断码 所以我就是硬买 因为他们家衣服 我通常都是穿最小码 因为他们家整体都是那种超级oversize 红书上又自己做做功课 我就发现好像稍微大一点的 我也能穿 反正就是这个是small 我一般都会在他们家买 这叫做media My God Anyways 不管 我就是收到它 我上车试了一下 我觉得是OK的 可以穿oversize嘛 我有个电话 Hello 这叫居然是media 不管 反正已经买都买了 就是硬穿 就是他们家 oversize嘛 小小太大了 咱们就说买了 就得把它穿 反正我也不会退 嘴就这么硬 因为它这里边有个很大的垫肩 奈何 它颜色真的是很好看 燕麦奶茶色的感觉 我今天穿的这件灰色衣服 简直是跟我今天说的所有的衣服 感觉都还蛮搭配的 真的是非常的oversize 然后我手边也没个包啥的 就是比如说配19斜胯 小19斜胯这样 也OK 是不是啊 我衣柜里边必备的风格的衣服 你看 这件西装配22 是不是 就是oversize 就是太适合我的 瞬间是不是觉得它没有特别的大 而且它大的很有态度 我就是很喜欢 这件衣服确实 我既然是small 就没想到我买median median就median 咋了 买都买了 我就把它穿了 而且我也能穿 又是不能穿 大就大点呗 是不是 就好像我没穿大衣服一样 真的 我当时都选median 我也是挺厉 来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件灰色的西装 这件灰色的这个西装的版型呢 是我的第二件 我之前有过一件黑色的 重点先来跟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灰色 冷冷的灰 就是冷冷的 冰雨在脸上 忽乱的海 有一点泛青的那种 青灰色 boxy的那种剪裁 就是稍微偏短一点 但是方方的感觉 衣服啊 袖子啊 整体跟刚才那件不太一样 刚才那件其实稍微做的 还有一点H版型 但这一件就是完全的是那种 那种 其实我还想买一件那个 咖啡色 也是这个版型 要不要买的 你看 好看吧 ASMA也没有很大 这件跟刚才那件的区别 就是它没有垫肩 但是大的就很有态度啊 你说是不是冷掉的灰色 我好喜欢 你们看一下它这个侧边 我超喜欢 后边这个地方有两个这个开叉 就这里像它屁脸一样就这样子 就是你在走动和你在动态的时候 这件衣服会很活泼 哎呀 接下来是两条裤子 都来自于COS COS今年的秋冬真的是开挂 我觉得他们家的裤子 毛衣 外套 甚至到大衣 我都觉得特别好看 它那个定价和它那个材质 和我去店里摸到的很多衣服 都觉得值得购买 这件是一条灰色的西装裤 然后它是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腰封 上腿一式 我觉得嗯 我的裤子我要给它买了 有没有觉得我今年很喜欢灰色 它整体是做那种很深的烟灰色 裤子的面料是100%羊毛的 而且它这个羊毛的处理 我觉得很好 就垂坠感 还有它这个面料的薄厚度 还有它整个面料的这种硬挺度 都还蛮撑得起这个裤型的 腰封这里处理的 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 破腿的西装裤的感觉 然后我选的尺码 比我平时穿的码数稍微大的一码 我当时在店里试的时候 二码 其实我觉得它那个裤长不够 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稍微拖地点的效果 但四码就刚好 四码的腰会再往下卡一点 但是我觉得刚好是这个裤子 想要表达的那种风格吧 所以这个裤子 我建议大家可以往大选一码 网站上在打折 但是我去店里 没有打折的一条牛仔裤 家家比较经典的这个裤型 然后我这次就选了一个白色 它是那种奶白色 就是有一点点灰灰奶奶的颜色 然后它这个棉上面 有一些那个小棉点 就不是那种纯的白色 很自然棉的那种感觉 胯和这个腰部包裹的感觉 我觉得挺好 秋冬天很实穿那条白色牛仔裤 跟我上述的这些衣服 你看每一件 蛮美的搭配在一起的一条裤子 就是他们都可以当好朋友 今天最后两件衣服 就是COS的两件打底衫 一件是这个白色的 纯棉的长袖T恤 就秋冬天这种黑白灰打底衫 就是太万能了 你就跟任何你的外套 像我上述说的每一件外套里边 他们不都缺一件这样子的打底吗 就是COS是必演出 不会出错的这么一个衣服吧 就是一件灰色的打底衫 这个也是在网站上那天打折 我看到我就买了 这件衣服其实说实话 我拿到手里试了一下 我觉得马术 可能稍微选的有一点点大 我选的是small 应该选XS的 但是已经买了 我就懒得退了 因为它是走那种紧身的 像我刚才说的那件是合身的 但是我稍微选大了一点 就会稍微有一些些的空间 不过也能穿了 而上的就是我这一期的购物分享 给你们分享结束了 我觉得我就很喜欢看这种 比较轻松的购物分享 就很下饭 然后或者说洗脸搭配也还不错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